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他宫庙比较少见的情况 就在这个时候 到院内的另一位寄宫师傅 突然起架 也是双手合十 只是这一位师兄起架 不太一样哦 身体会抖动着 然后就起架了 师兄姐也是赶快 让寄宫师傅穿上虾纱 法扇 酒服 薄珠 而这一位寄宫师傅 感觉比较开朗 动作也比较大 会不停地大笑 之后师兄姐 就一位一位排着队伍 启示着师傅 其中一位师傅 还拿着她的法扇 给其中一位师姐 比划着她的身体的周围 似乎是身体的杂症哦 有一阵子啦 有一阵子就是 有一次就是可能 就是运气比较差吧 在我工作的时候 坐汽车回家的时候 经过一个路口 我整个人被撞飞了 然后其实说起来 人也都没有事 连那个郁亲都没有 然后就被送到那个医院去 可是人都没有事 然后是后来我的车子 也修理了 应该可以买一台车子了 对 然后之后回来请自元帅 因为算是说 其实就是 那时候我大概有一阵子 没有来大同 那他意思是说就是 其实有时候常回来 常回来 其实佛光普照也不错 就是让人家觉得说 就是神明就会有 人家师姐或是什么的 都会跟你讲说 要小心小心什么的 或许可以躲过一切的灾难 这样子 我以前就身体状况很不好 我父母亲因为我的身体状况 其实也跑了好几家公庙 私人坛啊 几乎每个月都带我一次 因为我没办法去治疗 我的这样的状况 然后去看医生 医生也都说没病了 但是就是身体状况 一直非常糟糕 然后糟糕到 整个记忆力都不见了 然后我还没起零 我来这边做转灯的动作 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 我在问我 问师傅嘛 问这边的办事 祭祀的师傅 七师傅 问我说 我这样的状况 该怎么办 然后呢 经由转灯 我来这里四天 然后每天都来 然后在这里练经文 所以才跟大同结下 这样子的一个姻缘 然后很奇妙 就我在起零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 就动起来了 在家里实际上 我念观世音菩萨 其实是可以念到 看到七彩光 那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是什么东西 那慢慢 慢慢的 因为也是这样子 生讯恐惧 所以可能也是变成 人家说 着火入魔 然后经过了这几年 所以我的现象 一直都没有改善 然后到这里才知道 原来灵根体 是要一起修的 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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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七年前 七八年前 那时候在做通风排院的 通风排院的 风馆 类似风馆 八起 八起四楼 四五楼的所在 他们这 就差不多要拼 两三天 有来这里问 问书 算完学 像这样 像这样 像七十八的伴手來問 我跟他說要洗粒 要洗粒不要被太大 不可能會危險 然後也沒想到 也沒想到 我就一樣去上班轉過這樣 轉過的時候 他的鷹匠鐵絲薄不好 鷹匠有一個、一個嘛 他鐵絲薄不好 我剛才翻過了 翻過就知道了 他四樓館、五樓館 知道了 在那裡是 那實在很神奇 那很多工地很多人給你看 那人都這樣練、練、練 練到肚子剛才像現在這樣站起來 是 這樣 就感覺有人幫你 演、演、演、生的感覺 我最嚴格就是元帥 我也是有回家感謝元帥 那時候回來問的時候 元帥就跟我說 他去幫我扶 我知道了嗎 我知道了 真的有感覺 就是這樣 今天台東的生活 很自費、很冷靜 對 在這個工作、磁場上 可能是有 我的底下 要管幾個人 那有幾個人 好想 串 串位就對了啦 那也是有那個師傅跟我們說 說你小人犯的很多啦 尤其在這個磁場上 叫我要小心啦 結果 結果就是說 近日 近日有一節啦 會把我們發開啦 這樣啦 那 說這時 是說 沒有什麼 不知道什麼夾 因為 近日什麼夾我們都不知道啦 結果 職場上 職場上 就有三四個 把我匿名 匿名 報告我們上面的主管機關啦 啊 捏造一些不死的 啊 試證 證據啦 啊 這個都是不死的 上面的人會查 結果查一查 後來是變成是捏造的話 結果 我還是 做 做 做我的這個職位啦 那其他的人 就是有一些 這一些 立名指控的人 就是被 吊開 這樣 所以感覺上 這個 大同活動員 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蠻不錯的啦